繁华闹事 发生轻微交通事故 肇事司机居然闯红灯逃逸 调查之后 车主的身份更让人生疑 一辆布满灰尘的越野车 三个可疑的身影 他们到底是谁 偷走车辆后 明目张胆 招摇过世 他究竟是什么目的 不按套路出牌的偷车贼 发在身边正在讲述 2021年4月19号下午3点多 王明友开着车去跟一个朋友见面 在一个十字路口等绿灯的时候 他突然感觉到车辆尾部被轻轻撞了一下 他回头查看的时候发现 后面有一辆黑色的越野车 在来回不停地移动 在跳车的过程中间 因为可能距离估计不足 假设计计算是这两根道的溶度 然后在十个过程中间 有可能与前面的车辆车发生了一个 差挂的一个情况 通过王明友车内的行车记录仪可以看出 在王明友听到轻微的撞击声之前 这辆越野车已经在王明友的车后 多次尝试违规压线掉头都没有成功 即使发生寡秤后 仍没有停下的意思 可就在王明友 打算跟对方协商解决问题的时候 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越野车车主竟然猛地踩下油门 闯红灯逃逸了 见此情形 王明友愣在了原地 他不能理解 只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 越野车车主的反应 为何如此过激呢 他马上报了警 交警在查看了车的损坏程度之后 也感到莫名其妙 这明明是一起普通的寡僧事故 肇事车辆的车主为什么选择逃逸呢 交警认为 这件事的背后或许另有引擎 而之后查到的这辆车的车主信息 更让人意外 车主叫张家豪 居然是一名律师 作为一名法律职业从业人员 张家豪应该是很懂法律法规的 那么在一起如此普通的交通事故之后 他为什么要选择肇事逃逸呢 他到底在逃避什么呢 很快张家豪就接到了交警打给他的电话 听闻这件事情之后 张家豪也是大吃一惊 经过确认 发生寡蹭的那辆越野车 确实是张家豪的 但张家豪说 那天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人并不是他 按照时间推算 当时他正在法院参加庭审 张家豪一时也想不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说 这辆车平时就停在律师事务所门前的路边 事发前一天 他还看到车依然停在原地 接到警方的电话之后 他匆匆赶回律师事务所查看结果 发现车子确实已经不翼而飞了 发现自己车辆已经被打了 于是他就来到我所保险 一个越野车被偷了 按理来讲 像我们这种主城区 盗窃机动车的这种案件 发生率都很低 都很低 我们也很差 听了张家豪的讲述 警方也感到了不可思议 这车呢 一直就停在张家豪 每天出入的律师事务所门口 他怎么就能丢了呢 这里边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呢 如果车确实被人盗窃了 那么又是在什么时候被盗的呢 于是办案民警迅速赶到现场 展开调查 张家豪说 越野车开走需要大修 此外 张家豪所在的律师事务所 位于市区较为繁华的地段 众目睽睽之下 嫌疑人是在什么时候修了车 最终将越野车盗走的呢 而在进一步走访调查后 一位环卫工人 主动向办案民警 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他就主动给我们讲 在事发的前几天 就来了几个人 特别轻松地在那块 在弄车子 把车的轮台也换了 在那修了一个车子 根据这名环卫工人讲述 当时在场的是三名男子 其中 两名男子只有二十多岁 另一名男子 看上去有四十多岁 他们拿着专业的修车设备 看样子对汽车维修很内行 环卫工人还提到 当他问及 这辆车的车主是谁的时候 那名四十多岁的男子 还拿出了一封信 一封书信 表达的就是 泰特系的张高 我可能要盘无企图信 那是这么这么样了 他就说 这个车子是他一个朋友的 他那个朋友又出事了 他不开这个车 他就准备把它修好 然后拜托他 拜托他们几个 把那个车停了 他家小区的那个停车场 就免得这个车子的外面 一直风吹雨淋的 总也不开 就坏了 他也是为了帮忙 他当时觉得 也没有什么遗憐 就没有太多留意 办案民警越发感到 这个案件有些蹊跷 因为环卫工人提到 那三个修车的男子 来的时间 可是在人来人往的白天 当时车主张家豪 应该就在不远处的 律师事务所上班 难道他们就不怕自己的行为 被车主发现吗 此外 如果那三个人真的是偷车贼 他们会为此刻意地伪造一封信件 编造一个故事吗 那么这伙人究竟是谁呢 怎么敢在光天化日之下 对车辆进行维修 而后将车开走呢 他们作案之后又去了哪里 这起案件的背后 到底藏着什么呢 偷走别人的车后 居然四处闲逛 他哪来的底气 一般的来讲 第一时间把车子偷完之后 他就准备把卖了嘛 就嚣张了嘛 但是没有 但是他没有 三名嫌疑人 两人彻底消失 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组合 他还当做了个好事 就因为这个 因为他这么讲 奇怪的行为背后 究竟藏着什么秘密 这个小超市 是他女朋友的家里面 这个超市是他女朋友开的 不按套路出牌的偷车贼 发在身边正在讲述 融平台 连天下 欢迎下载山西广电 黄河plus 手机客户单 了解更多山西资讯 人老戏不老 全靠 腰腿好 好 强筋骨 屈腾痛 输筋 剑腰丸 对啊 广州白云山 陈礼记 脱翠中药 将心传承 四百多年了 好好好 赌了 赌了 这茶壶堵了 还不要紧 如果得了三高 血粘稠 哎呀 就怕堵了心和脑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血液粘稠 均属哄血范畴 哄血不清 就容易堵塞心脑血管 清血八味片 传承三百年清血骨方 精选矿物药 动物药 植物药 三药合一 清烘血 您看准了 清血八味片 专利药 专药清烘血 清血八味片 祝您 烘血清 心脑好 猛奇清血八味片 黄鹤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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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病 得治 怎么吃 抹药 抹药治疗黄鹤斑开始 斑力净牌升级软膏 以医学为依据 治疗黄鹤斑 改善面色少滑 是国家批准的国药准字号专利药品 斑力净牌升级软膏 抹药治疗黄鹤斑 抹药好得快一些 斑力净牌升级软膏 黄鹤斑 你开始抹药了吗 好好好 堵了 堵了 这茶壶堵了 还不要紧 如果得了三高 血粘稠 哎呀 就怕堵了心和脑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血液粘稠 均属烘血范畴 烘血不清 就容易堵塞心脑血管 清血八胃片 传承三百年清血骨方 精选矿物药 动物药 植物药 三药合一 清烘血 您看准了 清血八胃片 专利药 专药清烘血 清血八胃片 祝您 烘血清 心脑好 猛奇清血八胃片 久坐久站 用腰不当 容易引发 腰疼腿疼 腰细酸痛 陈里记 舒筋健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 引发的 腰疼腿疼 腰细酸痛 强筋骨 趋疼痛 舒筋健腰丸 对证 警方通过大量的走法 找到了一处射箱探头 这处监控探头 距离现场比较远 所以 拍到的画面 有些模糊 这段画面显示 2021年4月18号 有三名男子开着车 进入案发现场 对张家豪的车进行维修 而对监控视频 继续查看后发现 这伙人最早出现在 案发现场的时间是 2021年4月16号 从16日起 一直到18日 每天 其中都会有一个男子 固定地 会去哪个车辆旁边 有时候是开门 进行打一会儿 有时候是进行监修 在那三天期间 同时还有另外两名男子 分别在不同的时间 也跟他一起 从画面上来看 三名男子 接连三天 都长时间逗留在现场 对越野车进行维修 在这一过程中 他们没有丝毫紧张 而与那里 仅仅相隔20米的地方 就是车主张家豪 工作的律师事务所 张律师说 那几天 他每天都会多次 出入工作地点 会习惯性地 看一眼 自己停在路边的车 但竟然都没有发现 任何异常 此外 通过对视频 反复查看研究 办案民警发现一条规律 虽说 现场有三个人 不过 最早在现场出现 并且经常留在现场的 是一个40多岁的 身穿深色西装的男子 而另外两个年轻人 只是每天来一次 时间不固定 而2021年4月18号 将车开走的 也是一名40多岁的男子 判案民警发现 男子将车开走后 并没有逃离当地 而是在市区闲逛之后 将车停在了一个小区 第二天 又开车四处闲逛 下午三点多 发生寡慎后 他再次开车来到这个小区 这些奇怪的举动 更让民警感到了不解 一般的来讲 比如说那种团伙的 或者盗窃车辆的 首先一个就是涂财 涂财的肯定第一时间 把车子偷完之后 他就准备把卖了嘛 就销赃了嘛 但是没有 但是他没有 此外 在对其轨迹 进行追踪的过程中发现 和这名嫌疑人 一同出现在案发现场的 另外两名年轻男子 始终没有出现 根据已掌握的有限线索 民警开始 在嫌疑人出现的小区 展开调查 在走访过程中 有多名居民 一下就认出了照片上的人 嫌疑人的身份 终于浮出了水面 陈红斌 男48岁 是一个社会的 嫌疑人员 没有固定的工作 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 并且一天啊 无所事事 在经过我们 内部的一个比对 发现这个陈红斌 曾经多次 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过 最近的一次 他也是在 今年的三月份 三月下旬 刚刚刑满事报 警方决定 对嫌疑人陈红斌 继续进行跟踪 寻找时机 对其实施抓捕 2021年4月26号 下午三点半 民警发现 嫌疑人陈红斌 独自驾车来到郊区 进入了一家小超市之后 再未出现 我们当时就分析 我说这个是不是 他的一个落脚点啊 或者是一个窝点啊 就想了 是不是该动手了 我们进去之后 他正在一个小超市的 一个隔间里边 正在煮面吃 面对突然而至的 办案民警 陈红斌和他身边的 一个女人都懵了 他自己感觉也很差异 后来我们了解才知道 这个小超市 是他女朋友的家里面 这个超市 是他女朋友开的 经过调查 超市的女老板 与陈红斌是恋爱关系 和本案无关 当时 另一个紧要的事情是 尽快将陈红斌的同伙 抓获归案 然而 令民警感到意外的是 陈红斌供述 他并不认识 和他修车的那两个人 随后 他向警方讲述了自己 做这一切的来龙去脉 因为屡交不改 多次盗窃 他人生中的大部分时间 是在监狱中度过的 2021年3月 陈红斌又一次被刑满释放 同龄人早已拥有了家庭和事业 过着稳定的生活 陈红斌也想有一个家 经过介绍 他认识了一个开超市的女老板 陈红斌对这名女子十分满意 但自己经济拮据 而且劣迹斑斑 用什么来博得对方的好感呢 他就一天在街上无所事事地闲逛 突然间他就发现了这个宝马车 他顺手一拉 这个宝马车还被拉 他的车上反动车里有一个财物 财物并没有什么有价值的财物 但是反倒一封俗信 这封信可能是一个车主的朋友 给他留了一封信 他就说嘛 里面上面写的大致内容就是 哎呀 我最近可能落了难了 你到时候在帮我照顾下我的家人 这个陈某斌就以为是车主 在车上专门留了一封信 他还自己脑洞大开 他认为是不是这个车主落难了 陈红斌大胆地坐在了别人的越野车里 他满脑子想的都是 自己开着这辆车四处招摇的画面 大级旋边开得起 九天晚上睡着 你睡了三晚上是不是 陈红斌交代 接连三个晚上 他都睡在别人的越野车里 因为一直没有人过来询问 他更加确定 这就是一辆无人认领的车 那么接下来 怎么才能把车开走呢 陈红斌到一家汽车修理厂 找了两个修车工人 他还当做了个好事 就因为这个 因为他这么讲 所以说这个 这两个修车工人 他就相信了 他就真的笃定认为 这个车主就不要这个车了 他也坚信了自己 就是这个宝马车的车主 他就赢到了这个地方 2021年4月18号下午 刚出狱不到一个月的陈红斌 将修好的车开离现场 他感觉自己 仿佛变成了成功人士 在家人面前扬眉吐气 也在女朋友面前 多了几分底气 不过 不到24个小时 一起交通事故 便打碎了陈红斌的美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